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何况现在呢 有分期付款这么一种方式 那我就先住房子慢慢的再还这个房款 这真是一种好办法 所以现在的人呢 差不多积攒一些钱 能够首期付款 然后慢慢的一个月一个月的这样付 可是呢 因此啊 你就背上了这个债务 你就不敢懈怠 每个月都要勤苦工作 因为要还这个账 你要是不能够如期交上 那么银行呢 就可以没收你的房子 还你的房子就拍卖了 强迫你还这个钱 所以呢 大家啊 都被这个房子就拴住了 那现在呢 分期付款呢 不是仅仅是房子 汽车也可以 其他的不少的东西也可以 那么你就不仅是房子的债要还 还有汽车的债和其他东西的债 你都要还 这样的话 你身上一辈子都背着债务 慢慢的慢慢的逐渐的还 所以现在人有的时候想想 活得也是蛮辛苦 蛮可怜的 表面上看得不错 这是一种财产 第二是官决 因为有了官以后呢 可能财也会跟着比较多 因为社会关系就比较大了 就比较广了 可能有人呢 会送你一些东西 你会收到比较多的礼品 你有可能呢 跟更高的关系员 你有可能呢 得到更高的关位 所以大家呢 都这样去攀比 往上攀高 还有俸禄 俸禄呢 对一般人来说呢 就是工资 冰水 那如果做得好的话 还可以有更多的 加更多的钱 西方的社会呢 如果你的官越大 那么工资的相对的就越高 那么有些东方国家做了官以后呢 工资不见得很多 工资不多呢 就另想办法了 就贪污 腐化 那么这些财产 官决奉禄 得到的人呢 就很欢喜 那得不到的人呢 就忧愁 有的人呢 已经得到了 但是呢 又失去了 那当然他想再得到 但是由于长期的操劳 不可能呢 有病 那有一天呢 终于就死了 命呢 尽了 这个命禁呀 有种种的情况 一种情况呢 是身体不好了 色力衰弱了 然后呢 就命禁而中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说命啊 本来是不该绝 但是呢 财富没有了 被挥霍光了 没有办法 只好死 因为没得吃 没得喝 就没有办法了 我听说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个财主 发大水了 他呢 爱财嘛 从家里边呢 就把自己的金元宝啊 都背上了 背上以后上了树了 到了树上 他才发现啊 一个他的农民呢 他的比他还高 在上面 穷人家没东西啊 把家里边 龙体里边 窝头呢 拿了几个 跑到树上去了 结果呢 这个水 不能很快地退下去 没有东西吃啊 这个财主就跟那个贫农说 我用一个元宝 买你一个窝头 行不行 那个穷人说不卖 这个时候这窝头 顶事了 我不卖 别说你一个元宝 买一个 你五个元宝买一个 我也不卖 一个也不卖 最后呢 这个财主呢 被饿死了 饿死了以后 这些金银财宝 能随着他走吗 这不剩下都是 这个贫 这个贫农的吗 所以啊 你死了的时候 你所有的财产 什么官位 俸禄 通通呢 就被留在这个世间 你是带不走的 我们那里呢 有一个集市 很大的集市 这个集市 有一个老板 但后来得了重病呢 就不行了 那么他有一个大老婆 还有一个小老婆 这个小老婆 当然不是正式夫妻了 但是年轻漂亮 这两个老婆呢 就开始打架 谁都不伺候他 两个人呢 你要死了吗 这个财产 要怎么分割 怎么弄 两个人吵吵吵 打打打 他快死了 没人管 最后呢 迈不过去嘛 就找人雇人 花钱雇人 来伺候这个病重的人 这时候啊 他有所觉悟 他说我辛辛苦苦 弄了这么大的市场 挣了这么多的钱 我现在一点都用不上啊 他有一点点觉悟了 可是晚了 很快就 这个病是治不了嘛 就一定要死的 苟延残喘 数月而已 多可怜呢 现在我们平常人也是这样 就算你没有多少 你能带走你的房子吗 你能带走你的汽车吗 你在这里 你是什么主任 你是什么董事长 你到了别的地方 你还能当吗 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你当什么党 再不走 这些道理啊 大家都看不透 总还是忙忙碌碌的 为之奋斗 我前面讲经的时候说 有一个人 他已经有两个工厂 还在图谋一个更大的工厂 想挣更多的钱 已经五十多岁 还是放不下 人就是这样 他如果能够放下 能够听劝告 现在开始学佛 因为你不需要再多的财产了 生活够了呀 多好啊 不懂 自己身体还 他说还行 还比较好 那为什么佛要等到身体不行呢 看不开 放不下 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是不甘心 我就是想奋斗 就想再拼搏一次 我说那你自己考虑 这些东西啊 都不能随着人的魂神去 所谓魂神呢 就是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神识 我们的精神 精神这个部分 这个后面还有讲 我们再说 空为忧愁 你忧愁来忧愁去 你一辈子的辛苦烦恼 都复制动留 没有任何用处 第三愿者 第三个愿望 就是 这个 有这个 亲戚啊 父母兄弟 眷属的这种乐 为有父母 父母兄弟 妻子 中外亲属 朋友知识 恩爱 荣乐 人 活在这个世间 当然有各种这样的社会关系 那平常我们说六亲眷属 就是父母 兄弟 还有 老婆孩子 那还有家族里边的其他的亲戚 还有自己周围的同事 上下级 这些朋友 还有呢 自己的老师 能教自己知识的 这些叫知识 啊 那么互相之间 关系比较好 生活的满有滋味 经常聚会 吃喝玩乐 可是当你有了病 乃至最后死的时候 命就终了 这其中哪一个人能救你呢 没有人能救啊 你只能独往独来啊 谁都不愿意跟你走啊 谁愿意跟你走啊 再好的关系也不会跟你走 大家呢 就在那里 白哭 为什么呢 表示 哀念之情啊 大家就在那里哭 然后把你呢 送到城外的深种间 啊 就是 草很深啊 啊 石头很多啊 没钱的乱坟岗子 有钱的这墓地 啊 现在那墓有的 做的比较堂皇 再堂皇 能比得上你住的那屋子吗 啊 有的很可笑的 最后大家把你埋了 把你扔那地方 还是走了 不能来个墓地陪着你啊 各级还归 恨不得早走 赶快把那个仪式举行完回家 不愿意在墓地多待 说那个地方阴气重 不要不要招伤鬼 趁大家在一起 有点阳气保护的 一散 赶快走 谁都不愿意多待一会 回家以后 虽然还 罪念我 啊 说忧 愁苦 忧思 但是呢 不过十天 十天算比较长的 啊 有的就三五天 忘光光了 你呢 被人家作为弹资 啊 说某一个人 死了怎么怎么样 啊 啊 这这个丧事办的如何 就完了 还能怎么样呢 我们佛教的这些大法师要走了的话 可能比较辉煌一点 啊 四十九日以后呢 不也就完了吗 再说四十九日之内 是不是每个人就思念你呢 啊 佛教徒啊 佛教徒啊 并不思念你的 佛教徒呢 希望你早点往上西方极乐世界 啊 就不要在这留着 告诉你快走快走 到那边最好 啊 这样子 那么各个的亲戚啊 族亲啊 这些男女 以后再聚会到一起呢 人家照样是 啊 聚会 歌舞 不能因为你死了 人家就不快乐了 在一起照样举杯 照样唱歌 照样喝酒 过去啊 有一些比较讲义气的 啊 会在旁边 啊 摆一个酒杯 摆一个碗筷 啊 说好像你还在那 但这种情况绝不会 长期就这样做 啊 做一定时间以后就不多了 啊 大家继续 啊 相对呢 谈笑 啊 说笑话 忘 把这个死人忘光光了 嗯 那么自己 虽然有父母兄弟 妻子 中外亲属 朋友知识 但是呢 哪一个人也不会 追你的命 追你的命 跟你一起去 啊 空空的啊 背一场而已 人生啊 想一想 就这样 不学乎就是这个样子 有什么用 你辛苦忙一辈子 最后你自己先完了 你再忙 忙的东西挺好 留着给别人用 跟你没关系 啊 你去啥地方呢 去乱风港子 去个小石头屋子里边 给你弄点骨灰碗 啊 你自己在那待着吧 当然 这是平常人的看法 实际上呢 49天之内 中医生一定会投胎的 大家所说的 油混 孤会野鬼 那已经转轨道了 在那里飘荡而已 中医生绝不会 绝不会超过49天 还在那里飘来飘去 这个不可能啊 没有那么大的精力 中医生七天生死一回 最多七次 七七四十九 然后结束 能量没有了 所以他一定会在49天之内 找到转世的地方 一定会转世 最后被业力被迫 就一定会转 第四愿者 是仁义 有人呢 都有一种心 想呢 满自己的意愿 他有这样的意 但是天下的人 很少有人 能够守护自己的意 都是把自己的心意都放开 放开 放开吃喝玩乐 放开去贪各种的钱财 做各种的事情 那人 人要是贪心上来以后 为了钱财 什么都不顾 命可以不顾 我们看 这个过去 那些西部的淘金者 淘金的路非常艰苦 不少的人在路上就死掉了 那也不怕 还是要去 因为有人呢 确实淘道金回来了 买了很多 田产啊 这个工厂啊 什么的 就发达起来了 别人看着眼热啊 就不由自主的 不怕一切困苦 来去那里 去财金 我是内蒙古人 这个 有一些省份的人呢 到我们那个地方去 去弄这个法菜 法菜就是像头发丝一样的 这么一种植物 据说比较有营养 很贵 香港啊 什么地方 有钱的人呢 要这个谐音 叫发财 要这个谐音 很贵的 其实在我们那里 遍地都是啊 很多地方都是有的 就是呢 你不注意看不到 因为它 深褐色的 然后他用那个耙子楼 连那个地下的杂草 什么楼一块 楼的时候 其实并不太难 回来要分减的时候 费了大功夫了 所以 南方什么省份去的人呢 不是一个人 一家个人 一家人去 因为老婆孩子 在家里分减 分减来以后 去卖这收购站 收购站以后呢 然后再把这些 卖到什么其他地方去 这个钱呢 不知道翻了几次 翻得很贵 我记得 我记得我从那个地方 回来的时候 从三块钱呢 涨到了七块 后来呢 从七块钱 最后慢慢涨 涨到八十块钱 这个价钱 相差太多了 人们为了这个生计啊 这样的辛苦 奔波 那么我们平常的人 这样辛劳 为什么呢 为了能够有五欲的快乐 所有的人都是 去乐 必苦 谁也不想要苦 都要快乐 都是为了追求快乐 问题是人很可怜 你追求了半天 追求到了没有 你追求到了多少 这个心不满足 但是未必就能追求到 如果你满足了 现在不就挺快乐吗 但是大家不满足 一个目标达成 立刻向第二个目标挺进 还是不满足 永远不满足 所以呢 就贪力 互相嫉妒 然后呢 愤怒 愤怒 斗争 不讲道德 乃至于最后呢 生死受尽 神魂呢 也走了 然后呢 叶向追逐 万般将不去 唯有叶随身 这个叶呢 你造了个叶 你想扔了 扔不掉了 这个不由你了 你做不了主 没有了 做不了的 你走到哪里 叶就跟到哪里 因为叶在哪里 叶放在你的八十心田当中 作为种子储存起来了 你转世 只要因缘和合 也立刻现成 这就是因缘果报的道理 就像 就像这个鸟 意呢 要随着两个翅膀 意好像是身体 身体好像是我们的灵魂 这个身体 那两次呢 为魂魄 这是中国人的一种说法 意好比是鸟的身体 有两个翅膀是魂魄 人不能守护他的意 都是因为什么 都是因为恶念 有恶念 然后做呢 杀盗淫妄等等 因为生的时候造了种种的罪恶 死了以后呢 入泰山地狱之中 这个泰山地狱是什么 泰山有个神 泰山俯神 其实呢 就是阎罗王的书记 相当于他秘书啊 就是做这个 记载的 但是呢 这个泰山俯军 他还掌管一个地狱 热闹地狱 那你如果不能手艺 造作种种罪恶以后 最后堕落到地狱里面去 有的呢 就成为恶鬼 堕落到恶鬼道中 等一直要等到你恶鬼道的这种碎报 和地狱道里面的夜报 消完了以后 你才能出来 出来以后呢 做畜生 一点一点往上升 不可能突然升上来 做了畜生以后呢 被人家宰割 吃的吃掉 为什么呢 还账 还账有一些 有一些因果故事啊 就是说 一两都不会差的 差了一两 再隔一块 一点都不会差 因果就这样 丝毫不爽 所以做人啊 如果做得很快活 做得很放肆 现在人都追求这个 结果怎么样呢 死了以后入三恶道 因为你抄资了 透资了 透支了 所以你要还 还不起怎么办呢 还不起就做畜生啊 当牛做马还呢 所以好多畜生 不是啊 就是能干活的呢 被人家鞭挞 打骂 然后去劳动 拉车 拖东西等等 有的呢 做了家畜 被人家宰割 用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还账 那野生的呢 被人家打猎 你嵌这儿的 你就会被人打到 你不嵌的 就打不到 打不到呢 你嵌 嵌老虎的呢 就给老虎吃掉 嵌抱的呢 被抱的抓住 就这样啊 我看到啊 看那个动物世界 有一个兔子 兔子跑很快 啊 兔子 他招了急了 要逃命啊 跑很快 被人家追的 没有地方跑了 钻到一个洞里边 啊 结果呢 那个狼啊 挤爪子就把那个洞 打开了 把他抓出来了 没有办法 这都是欠人账的 一定要还的 好 这讲我们先到这里 谢谢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